哇,张赵忠徐静欢,当地时间8月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对法国外交官发表演讲时说,法国已经做好进一步打击叶利亚的准备,如果叶利亚被证实,使用了新的化学武器,那法国就会继续进行打击。 8月25号的时候,俄罗斯方面就提醒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别在叙利亚轻举妄动,还派了两艘护卫舰,格里格洛伦奇海军上将,然后,埃森海军上将,好开到了地中海,为啥要派军进去呢? 因为俄罗斯方面得到消息,说恐怖组织打算在叙利亚西北布哈马省的一个小镇战用氯气伪造化学武器袭击现场,然后再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据说,白头盔已经准备好了,群众演员也已就位,就等着媒体拍下来,传到网上抢头条了。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头条抢战成功后,美国、英国、法国就可以顺理成章,则再次打击叙利亚政府。 要知道,美国海军在有56枚尔巡航导弹的沙利王号去逐渐已经到了波斯湾,美国空军在有24枚尔巡航导弹的B-E-B战略空架机,已经在卡塔尔的乌带空军基地待命。 而与此同时,几千名武装贩子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叙利亚、德哈马和阿勒普,刚刚看到一丝和平数光的叙利亚,难道没多久就要硝烟再起了吗? 这样的混乱和动爆,什么时候才能是同头呢? 举作认为,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大动爆、大疯狂、技术快速变革的时期。 不管是在军事还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在全世界点火,到处折腾搞事情,那它到底图啥呢? 其实,一年前,举作就在微博里说过,美国可能会在中美贸易领域搞事情,这开始发生在贸易领域,实则是中美综合国力的对抗。 随着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迟早会到来,因为美国绝不甘心被超越,必然要进行这样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幼稚,太纯粹的理解为一场贸易的争端。 不要认为是因为特朗普神经病,才到处搞事情,就算特朗普下去以后,还有别人来继续这样做,只是激烈程度和具体方式而已。 既然摩擦难以避免,那结果会是什么呢? 根据举作一直以来的判断,结果就是新冷战开启,那问题就来了,啥要新冷战呀? 先看老冷战,主要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东西方的对抗。 一天到晚高军备竞赛,拿和威慑条件下的全面战争,局部战争,全球范围的高技术低强度的战争威胁对方,互相遏制但是又都避免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 这就是老冷战的特点,而新冷战和老冷战,大的不同就是老冷战,重点是在军事领域,安全领域,而新冷战它的战获集中在金融,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民生这些领域, 从根本上釜底冲心搞垮对方国家,影响对方综合国力的发展,进而让对方的军事长城坍塌。 根据这样一个变化,局部个人判断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但是中美之间有可能转向这样新的竞争。 美国意识到自己的石油美元霸权遭到挑战,要维护石油美元的全球霸权,而之所有对它构成挑战的金融体系,尤其是人民币这一座大,当然也包括欧元。 所以打压人民币,打压欧元,打压各种区域性的货币对美国构成的金融挑战,通过这一轮金融战争,货币战争,有可能全球重新洗牌。 像土耳其,委内瑞拉等等一些国家,有可能会面临破产,重新洗牌之后,成国破产,复国更富,金融资产流响复国,这样的话就会增强美国的美元霸权。 而在贸易体系方面,对于各种组织、协定,美国要么就退群,要么就重新谈,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和打烂过去,建立的这些全球贸易组织。 把这个旧的体系摧毁了,美国就想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以美元霸权为主的,所有的集权在美国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和经济贸易体系。 特朗普就是要打断全球产业链,打断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只有这样,把所有伸出去的拳头撑回来,才能形成自己强大的力量。 美国强大了,给美国磕头的就多了,美国自然就好办了,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21世纪的贸易体系。 所以,美国还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所谓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高速公路,铁路,房地产这些,还有就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特朗普还要加强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发展,因为传统能源需要人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特朗普才不管什么污染不污染的,污染跟美国无关,美国说我不怕污染,他能解决美国问题就行,不管全球怎么样。 另外,他还要工业制造回流,解决就业问题,GDP分敞问题,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垄断高端产业,美国国内想要垄断全球的头部经济,比如就芯片而言,芯片的架构,芯片的设计,芯片的生产,都要垄断,就高端制造业这一块,美国干不了的话,那就盟国干。 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呢,美国就让你节省而鱼,把你的水抽干,慢慢就死了。 美国要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为霸权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专门对抗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 最后,咱们再来看军事上,美国有什么动向呢? 主要是争夺作杀空间,一个项更高,一个项更宽,所谓更高,就是建立天军,争夺外层空间控制权,能够控制外层空间就能控制全球。 另外一个则是指网络空间,当初举作研究美国网络战司令部的时候,他还是各式团体单位,而现在已经升到十大司令部之一。 此心上将主管、地位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评级。 海军的重点呢,则是最近刚上头条的重建第二舰队,主要针对东海岸和北大西洋,它的目的可以从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格雷迪的话中看出。 因为美军的海上力量,正收到两大附近力量的挑战,俄罗斯和中国,而西太平洋一直是美国重点防御的地方。 在90年代,美国在讨论新军事革命的时候,重点是加强第一岛链防御。 建立朱姆沃尔特这样的21世纪战舰等,对中国实质包围。 在距离中国100公里,这样的距离上对中国进行火力全开的打击。 现在,美国的梦想开始迫制生产,随着中国现在海军的快速发展,美国基本上无法守住第一岛链,朱姆沃尔特也被局作击沉。 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战略在进行转变,并对未来战场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规划。 现在很清楚,美国就是要夺战未来的高地,没无人化,只能化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分化、技术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也要把握住机遇,迎接挑战,好好发展。 资料海外网、环球时报、俄罗斯卫星同讯社等,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